成益主演的《莲花楼》即将开播 龚俊领衔主演的《安乐传》也正在热播 还有杨子的《长相思》也接踵而来 古装剧在这个暑期的流量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 成益 龚俊都是因为出演古装剧而走红 成益主演《琉璃》一战成名 之后的《陈香如谢》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而龚俊因山和令中出色的表演 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这次《莲花楼》与《安乐传》狭路相逢 还是很有看透的 不过 同样饰演古装男主角《莲花楼》诚意与《安乐传》龚俊对比 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先说正在热播的《安乐传》 剧中龚俊饰演的韩叶是大静的太子 从延迟到一太 龚俊在这部剧中的表现都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尤其是剧中韩叶与弟子元跨越十年的感情戏 更是看得观众很揪心 《安乐传》世纪山和令后 龚俊又一重要的作品 剧中韩叶与山和令中的温客行也有很大的差别 作为一部古武剧男主角 首先是言之上 龚俊是过关的 而韩叶这个角色 他是太子 所以在一太上 龚俊也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安乐传》龚俊每次出场 观众都觉得很赏心悦目 韩叶是一个有大意又顾全大局的人 唯独对感情 他深情又懵懂 有害羞的一面 有深情的一面 也有坦荡的一面 韩叶的很多面 龚俊都表现得不错 他也是演出了这个角色的精髓 《安乐传》男主角不拉胯 龚俊是为这部剧加分的 莲花楼虽然并未开播 但观众对诚意饰演的李莲花是很熟悉的 十年之前 李湘怡是江湖上让人忌惮的高手 十年后 李湘怡却化身为乡间游依李莲花 但即使隐藏了身份 李莲花的光芒也是隐藏不住的 李莲花与诚意以往的角色差别非常大 琉璃沉香如泻中 诚意饰演的男主角都是给观众一种 正人君子的感觉 但李莲花却不一样 看上去不太靠谱 其实心中有沟壑 诚意比较擅长演内脸的男主角 尤其是他的眼神戏是非常厉害的 但刚刚出场的李莲花 他身上却有很多外画的东西 是需要诚意表现出来的 这对诚意而言也是一大挑战 莲花楼还没有正式开播 从曝光的片花来看 诚意的表演是不错的 不知道随着剧情的开展 诚意是否会与角色完美的融合 还是有待进一步追剧确认 不过 诚意的演技是不用担心的 人设很清新的李莲花 也是让人多了一份期待 龚俊 诚意的戏录差不多 他们都是以演偶像剧为主 从颜值 以太上而言 两个人是不分伯仲 各有特色 喜欢他们的人也大有人在 演技方面 两个年轻演员也都一直在进步 只是 诚意比龚俊成名要早些 从他出演底线开始 观众就能感知 诚意是有转型的打算 龚俊方面 因为刚火没两年 龚俊也是想趁着热度 能积累更多的作品 他现在的影视剧作品 也都是以偶像剧为主 诚意是1990年出生 他的代表作有琉璃沉香如泻底线等等 龚俊是1992年出生 他的代表作除了山河令 正在热播的安乐传 龚俊的代播剧中 狐妖小红娘我要逆风去等剧 也是很值得期待的 都是影视圈比较优质的偶像 陈宇龚俊演偶像男主是没有问题的 两个人对比 龚俊的颜值 宜太略胜一筹 而陈宇的演技暂时要比龚俊好一些 现在也算是他们演艺失业的高峰期 相信未来观众也能看到他们更多优秀的作品的 暑期档向来是古装剧的天下 在此之前 肖战的玉古 姚与迪丽热巴的《安乐传》已经正式和观众见面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呢 而网友十分期待的《长相思》与莲花楼也在同一天宣布定档 由杨子 张万一和邓伟领衔主演的《长相思》宣布定档 将会在7月24日正式与观众见面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古时期 《处于人》 神和妖混居的时代 而杨子饰演的小妖作为高薪王姬 由于经历了百年颠沛流理之苦 被人遗忘 当她化身为文小六后 独居在清水镇 意外救下了由邓伟饰演的屠山景 在日渐相处中 两人的情感发生了质的飞跃 而在这个过程中 她又与谭剑次饰演的项柳成为了欢喜冤家 从最开始的死对头变成了人生之己 虽然她流落蛮荒后被众人遗忘 但小妖的表哥 也就是由张婉一饰演的枪玄 却从未放弃寻找她 为了能够成功救她出来 更是不惜独自一人走遍四海八荒 几经波折后 终于见到了小妖 从故事介绍中 我们不难发现《长相思》 是一部典型的大女主作品 剧中几乎所有男性角色的故事线 都围绕着小妖展开 而且几乎每个人都与她之间有情感纠葛 这种情感有些是亲情 有些是爱情 更有超越男女之情的友谊 而《长相思》剧组也给足了 杨子大女主的牌面 不仅在观宣演员时 特意将杨子的名字单独划分出一个行列 在发布定档海报时 更是特意制作了一张纸 属于杨子饰演的小妖海报 足以可见她在这部作品中的戏份之重 以及剧组对杨子抗拒能力的认可 这部作品在今年所有代播剧中 可谓是呼声极高的一部作品 除了杨子备受期待之外 剧中的三位男演员也极受观众欢迎 而且在《长相思》开播之前 分别通过自己的作品 向观众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通过《觉醒年代》中 陈延年一脚被观众熟知的张婉毅 更是不用说 与其他青年演员相比 张婉毅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当其他人还在通过各个网剧 想要得到水花 进入证据行列之中 张婉毅的第一部作品便是《证据觉醒年代》 并且通过这部作品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喜欢 男二号邓卫更是被网友列为四大代报小生之一 凭借着他帅气的外表与较好的身材 刚出道便得到了外界广泛的关注 在此之前更是凭借《长月静明》中的深情男二人社 成功吸了一波粉 相信这部作品对他《非生之路》一定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在《长相思》中饰演男三的谭剑次 更是在去年凭借《劣罪图剑》成功飞生 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三月男友 由此可见《长相思》在选角的眼光上的确十分毒辣 没开播前便已经拥有着大暴剧的潜质 不知正式播出后是否能够满足观众的期待呢 由诚意 曾顺兮和成都林领先主演的《莲花楼》 也在同天宣布定档 将会在7月23日播出 与长相思不同 《莲花楼》并不是十分容易爆火的仙侠剧题材 而是一部典型的武侠悬疑类作品 这部作品讲述了由诚意饰演的 曾经文明武林的《四股门门》 竹里香已与迪飞升约战东海后 由于受到暗算 身受重伤 跌落东海 武功尽失 成为普通人之后 选择化身相间赤脚医生李莲花 被重新卷入江湖的故事 一场大战之后 那个骄傲的少年突然发现自己武功尽失 成为了一个废人 不愿意再让他人找到 于是选择引入山林 只是没想到无心江湖式的他却因为与迪飞升的重逢 以及方多病的相识 而被迫重返江湖 三人携手为我们带来了一段少年热血豪情去破获江湖奇案的故事 从作品题材上看 《长相思与连花楼》这两部作品除了都是古装剧之外 其实并没有相似之处 但这两部作品经常会让网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原因 其实是与其中的两位主演有关 一位是领衔主演大女主作品的杨子 而另一位就是领衔主演大男主题材的陈毅 这两部剧虽然没有任何联系 但是由杨子与陈毅主演的陈湘如谢可谓是去年数七档的爆款剧之一 而他们组成的陈湘夫妇 到现在都是许多观众心中的一男品 那么观众自然会对他们分别饰演的作品格外关心 尤其这两部剧还一起上映 更是很容易让观众对他们进行审判 不少网友还调侃 这应该算得上是陈毅与杨子在数七档的正式对答 毕竟去年陈湘如谢爆火后 两家粉丝纷纷表示 这部剧能够爆火 主要是因为自家郑主的抗拒能力 其实陈毅与杨子算得上是多年好友 他们二人可谓是从积极无名到顶峰相见的代表人物 早在2016年时 两个人便共同拍摄了清云志 成为了好朋友 当时他们还只是娱乐圈中毫无名气的小演员 尤其是承毅 虽然是科班出身 但出道多年一直没有爆红的机会 停介清云志才被观众熟知 杨子虽然是童星出身 停介着家有儿女成为国民闺女 当时的名气比承毅要好一些 但长大后的她似乎境遇也不是很好 很多观众甚至质疑 她的长相与剧中关于陆雪奇 是50第一美女的描述截然相反 而认为她不该接这部作品 杨子无奈地表示 对于当时的她来说 定没有任何选择 由于没有流量与关注度 当时她只要有戏拍就可以 完全没有可以选择的权利 陈湘如谢是他们二人的第二次合作 此时他们分别凭借香蜜和琉璃的爆火 成为了青年演员中的代表人物 而再一次合作 也证明他们从未忘记过去的那个自己 以及对演员这份职业的初心 此时他们也算是顶峰相见 今年的暑期档二人的古装剧同时开播 不知最后会创造怎样的成绩呢 对那些人的古装剧同时开播